中國恆大在公告中表示 全資子公司向瀋陽 盛京金控投資集團約恆公司出售盛京銀行 17.5億股的非流通內資股 佔盛京銀行已經發股份的19.93% 對價是每股5.7元 合計是99.93億元 公告說引入各企受讓方作為大股東 有助穩定盛京銀行的經營 同時有助恆大仍然持有的盛京銀行 14.57%股權的增值保證 9月29日 盛京銀行也發布公告表示 盛京金控出資99.93億元人民幣 受讓恆大南昌所持有的該行 17.53億股內資股股份 轉讓完成後 盛京金控將持有該行的 18.3億股內資股股份 佔該行已經發總股份的20.79% 成為盛京銀行第一大股東 盛京金控官網顯示 盛京金控是瀋陽市委 市政府在整合部分 市屬類金融資源的基礎上建設的 瀋陽各本資本投資運營平台 在2017年6月註冊成功 現在註冊資本是160億元 其中 瀋陽市各支委出資100億元 瀋陽市財政局出資50億元 因為恆大流動性危機引發的 違約風險一直引發市場關注 目前來看 中共當局直接出面 注資救恆大的希望不大 但當局已經出面 讓國企和大的民企 接手買恆大的資產 這樣與部分市場人士推測的 刷分恆大的預測相同 9月27日 中共深圳市金融監管機構 告訴投資者 他們正在對恆大旗下的理財產品 恆大財富進行調查 這是地方當局首次表示 對恆大資金危機進行調查 路透社認為 越演越烈的恆大事件 似乎正在從單體危機轉變為行業性恐慌 有知情人士透露 恆大危機爆發加重了金融機構 對其他開發商相關貸款的疑慮 一些銀行已經以各種名義 要求部分房企提前歸還貸款